局長叫什麼名字叫做李世公 李世公你聽清楚公然說謊 他說他並沒有講說他是什麼名字 可是你仔細看 美得美得金山立新 永禎受困在樓梯間 美得美得金山立新跟永禎受困在樓梯間 他從頭到尾都講金山立新受 金山立新跟永禎受困在樓梯間 而且觀眾朋友如果你仔細看 剛剛那段呼救畫面 他的每一次呼救 一開始是很冷靜的 可是最後一次他那個呼救 我坦白我到現在看起來 我情緒都激動起來 他是非常慌張的 他是非常無助的 可是為什麼12點10分 明明就可以有反應的 一隻拖到12點15分55秒 這5分鐘就是救人的黃金時間了 對 正好 你知道我以前在報社當過警察記者 所有的消防的警消弟兄出勤的時候 最怕在無限電聽到一句話就是 Mayday 什麼狀況會呼喊 Mayday我跟觀眾朋友講一下 簡單來講就是有狀況發生 對 比方說你今天到火場裡面去 你發現你已經失去你的方位了 對 你被熔煙密布了 對 甚至你的空氣瓶出狀況了 Mayday就是求救信號 而求救信號Mayday一喊下去的時候的第一個 這個SOP就是頻道進空 對 基本上喊有弟兄喊的Mayday之後 其實救援就暫停了 所以剛剛警察局新竹市的消防局局長 我再講一次李世公還說 因為這個人沒有在白板上 同仁不在大隊管制板上 所以我不確定到底是誰 有這種事嗎 你普通人進得到你的頻道嗎 所以李世公是用假專業在騙人 對 因為我們在喊Mayday 如果依照SOP 他必須交代人事實力物 有 金山立心永珍受困在樓梯間 對 好 那交代這個人事實力物 今天就算 我現在退一萬步講 就算無線電真的出狀況 只要他們有任何一支無線電 有聽到Mayday 對 那其實各個派出去的弟兄 他們的指揮官 就開始在清點人數了 是 所以清點人數是什麼時候開始 不是說什麼 我聽到你Mayday 然後我無法確認姓名之後 我才清點人數 我剛才講個重點 喊了Mayday 馬上就要清點了 其實各個分隊 大家就在清點人數了 對 那我現在講整個狀況 為什麼這兩個弟兄會在這個險境當中 其實他們當時到這一個建案 警告會 火警 依照現在所有火吊科這些相關的資訊 他是在特別安全梯 我要描繪一下那個場景 15人 15樓以上的建築 被要求要建這個特別安全梯 簡單來就是有抽風器 把所有如果有一天發生火警了 會把煙給排出去 可是這兩位弟兄 他們進到特別安全梯之後 那個排煙器出了狀況 反而整個農業面部灌到整個 特別安全梯 所以本來設計好的特別安全梯 反而變成是鎖命的特別安全梯 那這個狀況當然未來 後續對晴空會的要求 公立建設的要求 對 好 那我回來講 所以當時他喊了這個Mayday之後 到了12點10分喊第一次 12點11分喊第二次 12點22分喊第三次 一樣12點12分的45秒喊了第四次 對 而後面的持續呼咒一直到12點的15分才有現場同仁的回應 這5分鐘完全都是空窗期從12點10分17秒到12點15分14秒這是黃金救命的5分鐘 所以消防局長你少要跟我講你們沒有問題 對 這5分鐘就算我現在講喔 就算他講是對的 我今天後來錄音出來的聲音你聽得到 而當時無線電真的沒聽到 那消防局不用去檢討你的無線電有沒有問題嗎 對 我跟大家報告 到目前為止新竹還很多真相沒講清楚 是 他說現場有11支無線電 對 是不是沒有每個人都佩戴 是不是無線電不夠 是不是無線電沒有做好維修保養 對 這些你都沒交代啊 對 所以議員後來拿到這個錄音出來之後 你要如實的回復嘛 是 結果到了12點15分有回復之後 對 後來這個確定了就是這一個立心跟永貞受困在樓梯間收到 這是最後一次呼救嘛 結果10分鐘後進了火場其實來不及了 對 那收救小組進火場是已經是12點25分 那進去之後的時間現在有被檢討嘛 對 到底這個環節是卡在哪裡 我覺得現在新竹消防局坦率的跟大家講 一個關鍵的時間點 你們是什麼時間點真的聽到沒得 你們什麼時間點開始清點人數 所以才能去討論你清點人數 花的時間是長是短嘛 對 好 那現在楊伊利議員 有五大疑點 幾個問題啦 第一個 這個錄音為什麼老實講 裡面的弟兄會把它給洩漏出來 一定有上面人在壓 裡面的弟兄看不過去才跟楊林茵爆料的 對 我在講楊林茵講什麼之前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局長為什麼是該罵 你什麼時候看到這種發生火警 弟兄有人殉職 你出來開記者會 你推現場在場執勤的兩個弟兄 出來記者會開 開到兩個人情緒有點受不了 對 然後出來跟大家講 不要為難基層 誰在為難基層啊 他一開始還想基層來幫他擋刀來幫他開記者會 他自己還不敢面對媒體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老師以前我在報社當社會記者 我們非常多警消的朋友 對 你這個動作把那兩個弟兄叫去記者會 站在開記者會 對 裡面的同仁就不敢去討論真相了 對 因為你市政府要求他們把他定調了嘛 對 楊毅林講到幾個點 第一個點 我剛才講了 10分鐘清點人數 確認求救者身分 空白的20分鐘 這個部分時間點你要交代嘛 對 第二個點 求救訊號沒有表明身分跟受困位置 剛剛局長備詢直接說沒表明身分 可是我們聽到就是 金山立新跟永貞呼叫 沒錯 那到底 你這個沒有表明身分跟受困位置 是什麼狀況 錄音 因為我說實話 錄音真的有可能 那個後來的那個訊號沒有收到 對 可是老實講 你問幾個弟兄都知道 我今天特別請教了幾個警消弟兄 是 那個這個錄音的聲音 真的太清楚了 對 所以這到底是有沒有人在說話 這要追查清楚嘛 對 再來第三個 求救訊號不良 欸 你錄得到 聽不到 隱信數位無線電 欸 要了這麼多預算 還引進七座無線蹤跡站 不就是跟議會講說 我們用科技來協助救災行動嗎 我跟你講 因為現場並不複雜 現場雖然有火 雖然有煙 是 可是火跟煙都不是阻擋 無線電的東西 是 金屬 沒錯 是複雜的環境 現場其實還好 是 所以 那是什麼狀況 求救訊號不良 今天局長讓人討厭跟生氣的點就是 你講一句說 無線電沒聽到 結果怎樣 弟兄該死嗎 他撇得乾乾淨淨的 市政府消防局都沒責任嗎 再來 同仁不在大隊管制板上 這我覺得更扯 這個很扯啦 來 我跟大家報告 像這樣子的搜救行動 指揮官到現場的時候 都有一個白板 對 白板上會記錄所有 進到火場的所有的兄弟 每一個人 怎麼可能會不在管制板上 那管制不在管制板上 來 現在 看到楊怡玲調查的事實講說 第一時間這兩位弟兄 殉職的弟兄 是協助疏散民眾 對 接貨指令貨報 才背起氣瓶 衝進火場 到八樓搜救 八樓的民眾 好 來了 如果是有人給他下令 誰下令 對 下令之後 你相關的白板 這一個 你叫增列上去啊 管制板上面 不用寫嗎 對啊 所以難道到這裡為止 新竹的消防局 覺得完全沒責任嗎 對 再來 你剛才講的 晴空會的公安 對 我剛才已經特別指出來 特別安全梯 對 特別安全梯 變特別不安全 變特別不安全嘛 變鎖命梯嘛 所以 傷勢的消防安檢 安全檢查 有沒有問題 這部分 新竹市都沒有責任嗎 對 所以最後回來講 李世公 李世公的回答是 浪得憤怒跟生氣 對 他說我們聽到 Mayday的時候兩聲嘛 訊號微弱 沒有說他是誰 你可以去講說 我會檢討 我們為什麼無線電 收不到 對 不過你怪的是弟兄 對 你們沒有說你是誰 我當然知道SOP 人事實地物要交代 然後現在還要求什麼 消防隊的龍舟訓照辦 該划龍舟的去划龍舟 這事情真的非常扯 是 今天 如果你真的要讓弟兄 真的好好休息 甚至回去好好討論 我們未來怎麼樣 可以避免這樣情形 短午節到要划龍舟 你就讓這幾個分隊的弟兄 不要再去做這個龍舟訓了 結果消防的基層還願龍舟訓照辦 對 然後他們講說 來重點在這裡 他說要照常訓練 然後讓基層痛批 因這個時候沒有家常火場基層訓練 反而讓大家去划龍舟 他們的回應更讓人生氣 為了讓同仁維持正常生活 既定行程不會停辦 你們可以再冷血一點 新竹社消防局的長官們 你們的弟兄已經殉職了 可不可以請你有一點同理心 好 非常謝謝冠婷 我們快 冠婷回到問題上 可是我要問范老師 新竹正緊銷都崩 這邊是消防隊對不對 剛剛講的嘛 消防局局長李世公嘛 另外是警察局 警察局局長邱哨周 再看一下 新竹市警察局局長邱哨周 現在也傳出來 新竹市議會跟新竹市警察局的秘書 去包庇電玩店 欸 新竹警銷都看 會不會太離譜 對 我們知道警銷是一家親嘛 對 他們都是念警察大學 或者是警察專科學校一起 然後畢業分發的 對 所以我們看到 這次我們新竹市 最重要的兩個單位 一個是自安 一個是消防 對 自安跟公安 對 緊密連結在一起 現在發現這個保安科的秘書 叫宋瑞展 對 他竟然收了 這個電玩業者的這個賄賂 對 他現在已經被羈押境界了 那他曾經擔任過新竹市第二分局的 這個刑警隊的隊長 對 他當過第一跟第二分局都當過 對 當地非常的熟 那他可以說跟這些店家有什麼樣的關係 很非常的密切 所以我覺得 因為他可能知道情報 例如說今天警察去領檢或幹嘛 他可能先通通報信 對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 這個已經是 這個新竹市警察局 已經變成是這樣的一種貪腐的情況 已經侵蝕到大家對警察的信任 信賴感了 那這位分局長叫邱少舟 他是今年的1月17號 才調到新竹市警察局 對 他曾經擔任過新竹市 市刑大的大隊長 他是刑大出身的 對 他難道不知道養生館有問題嗎 對 他曾經在 他也當過桃園市的分局的分局長 對 那這一次可以說是 高宏安把他請來 來組長新竹市的這個警察 對 但是 還剛剛才剛剛來不到半年 就發生這樣一個貪腐的情況 是 那你剛剛講那個消防局的局長 為什麼 林世公 為什麼大家說 消防局長鱷魚的眼淚 因為大家覺得 你剛剛已經冠軍講得很清楚了 你說我們有錄音 但是未必聽得到 什麼意思 不是錄音錄得很清楚 我耳機沒有放到 真正值故 我耳機沒有放到 你明天還會 這次會